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首先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沛臣总监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财经讲师资深媒体人卢彦丽 彦丽好 大家好 林传媒董事长施威权董事长 大家好 还有科技产业顾问 吴立强顾问 伯众好观众朋友你好 好今天首先带您来看的就是大陆的房市 最新的一个状况 中国大陆的民营模范生建商 也就是碧桂园在最近传出跳票的惊人事件 到底怎么回事 这会不会是地表最大的倒债风波 而进一步的产生连锁反应席卷到全球 今天首先来关心这件事情 好就从碧桂园的这个事件开始看起 8月1号碧桂园说 打算要用每股1.3港元的固定价格 初步配售18亿股的股份 那么募集的这些资金总共是23.4亿港元 要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偿还债务 但是碧桂园却取消了配股计划 那大家也在关心的 是不是加剧了这个债务偿还的不确定性 而另外在8月7号就看到说 并没有还没有支付这个周一到期的 两笔公司的美元债券 金额是2250万美元 折合台币大概是6.9亿 金额虽然不算大 但是如果不在30天的宽限期之内 给支付这个债息的话 就会首次的公开违约 碧桂园刚刚说 他是中国大陆的民营建商的模范生 大家也担心是万一倒下怎么办 碧桂园在去年销售额排名建商是第一名 是自两年来席卷中国建商的流动性危机以来 少数还没有违约的大型民营开发商 所以北京当局也在曾经就指定说 他就是一个建商当中的榜样模范生 我先请教一下总监 就是现在看碧桂园 单就这个个案来看 债息说2250万美元 刚刚我们也说 其实并不算大的金额 但如果真的跳票的话 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系统性风险 还有就是美国信贫机构 也就是穆迪 他们立刻把碧桂园的信贫等级 下调到B1的等级 那会不会有一点夸大了 这个碧桂园现在面临的债务风险 我想在这个穆迪它即刻的调降 就是碧桂园它的一个平等 那我想某种程度 它其实也是反映了 那么在中国整个房地产 它的一个债务的风险性 其实还是很高的 那事实上在2021年 那么整个中国的房地产的 一个债务的加总 其实是最高的 来到了3810亿美金 那么在今年虽然已经下滑到 2380亿美金 但是其实这个规模 还是相当的一个庞大 那当然后续大家会比较担心的 是它所谓会引爆 系统性的一个风险 那特别就是说目前呢 当然因为中国的房市 它的一个景气 还是处于下修的一个阶段 所以在整个所谓的一个房地产的开发业者 它要取得相关的一个现金的流量 是会比较困难的 所以这也就会引发了债务上 会持续的一个累积 那同时呢 也可以看到就是烂尾楼 也会陆续的一个发生 那同时呢 房市也是会呈现明显的供过于求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 在中国当地在金融机构 那么它的整体营运上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知道当然在中国房地产 它占整个中国的一个GDP 大概可以达到25个percent 所以也是影响了中国整体的一个经济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主要几个预测的机构 当然除了中国制造业是比较偏弱以外 房地产这个部分的这个不确定性 也确实让这个EIU呢 它在7月份 它对于在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率 它的一个预测上 就比6月份足足调降了0.6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从原先6月份的6.1的预测 那么下滑到这个7月份的5.5percent 那对于明年的中国的GDP的一个预测 就又更会趋缓到5.0percent 所以现在下调的话 主要是有一点预警的功效是这样吗 是 就是有一点反映 就是在中国当地制造业 还有在房地产它的一个不确定性 是 因为现在市场很担心 那么当然这个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大家也现在想说 碧桂园就算不会是恒大第二 那会不会有可能是像远洋集团第二 或者是万达集团第二 因为看到了恒大跟万达 现在都深陷在泥闹当中 这个恒大呢7月财报 证实过去两年亏损高达了810亿美元 折合台币大概是2.5兆 数字打破香港上市公司的记录 而集团总债务大约是10兆台币 也远超出现在整个集团的资产 万达集团呢 同样也传出了债务违约的风险 而远洋集团也因为资金周转 布林一度停止债券的交易 我请教一下燕丽就是说 现在分析师他们看这个中国房地产的后续 认为说呢从数字上来看的话 房企的债务未爆弹的比率是达到两成 再加上市场现在对房地产的信心偏向不足 投资也趋为保守 所以政府推出的这个刺激方案 目前看来也好像很难有这个实际效果 也就是说在供给面需求面 现在都失灵的情况之下 光靠资本市场去筹措资金的话 能够撑多久 当然不太能够撑多久 我个人认为碧桂园会引发一连串的骨牌效应 因为其实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 他们这一次呢就是到期的这个债券的票息 是2250万美金 坦白说不是很多 对一家这么规模这么大 然后这么知名的一家公司来说 连这一点小钱都拿不出来的话 显示他背后的未爆弹 显示他背后的危机其实是更大的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媒体 其实这几天有在讨论 其实被碧桂园大概到2024年底为止 大概这个欠的负债 包括国内的投资人跟国外的投资人加起来的总负债了 大概是四十几亿的美金 我想这个也不是一笔小数字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件事情 就连碧桂园圆这样子的一个民营的一个模范生 都遭遇到这么大的问题的话 显见中国的房地产有多糟糕 你说政府会出手吗 我倒觉得这个时间点政府不会出手 他不会针对单一企业去拯救 因为毕竟这是民营企业嘛 这又不是国有企业 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国营企业的财务问题 然后导致了其他后面的骨牌效应 比如说银行挤兑或者是什么的问题的话 我想这时候政府才会出手 因为它毕竟只是一家民营企业 所以我想政府比较能够做的 应该还是其他的比较宽松的一些刺激的方案 比如说针对贷款的部分 民众需要买房子的 那我可能在贷款的不管是利率上面 或者是额度上面 都给予大家比较宽松的一些策略 或者是说比如说有些民众 他可能是买第二套房第三套房 我也在第二套跟第三套上面 有一些比较宽松的一个政策 我想初步还是会先以这个为主 那至于其他的部分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持续观察 因为其实现在对中国大陆的政府来说 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更多 很多 而且透过政策要怎么样 能够把民间投资的信心给燃起来 我们要说要点燃起来 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说 中国大陆的民间资金其实是非常多的 你怎么样让这些民间资金能够引用 然后把它引导到市场 这是当务之急 我这次看到了碧桂园这件事情 大家也就看到说 在背后他的领导人 也就是现在处于债务违约边缘的碧桂园 焦点就在他的领导人 就是曾经是中国最年轻的女首妇 女首妇杨慧妍真的年轻42岁而已 她是碧桂园的董事会主席 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毕业的 广东顺德仁 他的父亲是广东省地产商 也是赫赫有名的碧桂园集团的杨国强 后来他就把整个股权就转移给他的女儿 也就是杨慧妍 2021年杨慧妍的6月的时候 他的身家超过了340亿美元 但是一直不断的缩水 目前身家根据这个统计是55亿美元 缩水的幅度高达了8成4 中国财富的一些 就是说富豪的财富缩水 包括像我们现在提到的杨慧妍 当然主要因为他们起家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真的是利润非常的可观 但是单纯只是因为经营能力上的问题 出了问题导致说他的财富缩水 还有就是曾经外界也有讨论过的 就是跟中央之间的关系 因为碧桂园曾经是北京的宠儿 现在会不会因为是跟北京中央的关系 发生变化而进一步的影响到呢 施董 的确是北京的宠儿 可是他是因为宠才变得这么大呢 还是因为他大所以才宠 台湾媒体这两天在谈论这个问题 有一句话说 这家公司完全是因为政商关系获利 因为政商关系起家 所以现在会这样子倒就看北京会不会出手 我觉得这样的评论 有他的一个不精确的一个地方 不予偏颇 对 你假如说政商关系的话 在台湾做房地产或者炒地皮 你在美国卖石油卖天然气要卖给中国 卖给台湾 哪一个不是靠政商关系 那当然中国大陆有他相对的一个不透明性 所以政商关系这块大家会比较琢磨 但是我们看看他的起家 他的父亲在90年代92年就开始创立了这个集团 2011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房地产 就一波的往外扩张 他们成为国际化 以碧桂园来讲的话 他们往马来西亚甚至往澳洲来一个发展 那靠了什么 他几个手法 海外融资 海外收购 而且开发一个海外新的开发项目 他在中国大陆内部 他基本上跟地方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 利用地方政府转售土地使用钱 这样的一个机会 做整个社区的开发 可是整个社区开发的时候 它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跟台湾的开发商比较不一样 台湾的开发商就是从土地营造各方面宣传等等 它还包括了旅游业教育医疗休闲 这一整串 所以它的一个成长过程里面 它跟地方政府有没有特别的政商关系 这个绝对有 因为牵涉到说我这块土地要给谁 你说像推特谣传的时候 它跟北极的关系 整个崛起的过程涉及到团派 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讲过说 所谓团派里面没有金流 没有说谁指挥谁的问题 你能说今天我们大家有幸共聚一团 我们就成为一个派系吗 前提是说下了节目之后 您发号施令说您从哪边找到了金竹 多少钱给他 要求他做什么事 这才成为派系 团派不成一个派系的时候 你来看到碧桂园跟所谓北京的一个政商关系 我们就要打了一个问号 它这个政商关系怎么来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强大 我也认为说它目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它的手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是金流 快速周转 在通缩的情况底下 当英国 美国面临到是通膨的时候 中国大陆面临到通缩 的确整个消费信心不足 这是它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它目前金流遇到的问题 刚好金流是它手法里面 非常特别 非常重要的一项 是 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 包括像台湾 像任何国家的房地产都一样 就是说在资金的周转上面 万一出现了周转不灵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就是跳票 因为跳票就会影响到你的债性 那当然这个债性之后就会环环箱口 就像刚刚艳丽所提到的 连锁反应 那但是现在也看到说旧房市 那么6月以来 中国大陆有不少的城市都加大了稳柔式的政策力度 像是一二线的重点城市 逐步加入了放松现代还有限售的行列 比如说广州就印发了通知 明确告知说 生两个小孩或以上的家庭 至少当中还有一个是子女是未成年的话 那么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首购自住的民众 这个住房公积金的贷款 最高额度上调30% 顾问请教一下 您的研判综合6月到现在 中国大陆的整个政策调供 那有很精准到位吗 应该说还有很多手段还没有使出来 到目前为止的这些所谓的政策 大概有几个类别 它减少一些购买限制 过去你条件不足 没有户扩或什么 你不可以买 现在说你可以买 另外就是减少一些 降低一些购买的门槛 就像你刚刚讲 这个首购我可以更多一点 或者是增加一些流动 过去你没有持有时间不到 你可以买 现在也可以买 但这里面我刚刚讲这些政策 在我来看 很多地方政府配合中央的 要接纳喊式的 都没有真正解决真正的问题 真正问题是 我想不想买 我能不能买 我愿不愿意买 除了刚刚彦里刚刚讲到说 如果我看房价还在一些跌 我就不愿意买 另外就提到贷款的额度 你给我更多的额度 我也不见得会愿意买 为什么 我要付更多的利息 所以降低利率可能比较有用 证据还可以说 我买房子了 可是我用还没有拿到 你说政府要保交 保交就保证 这个房子可以交付 保交了 我拿到之前 我不要付任何银行的案件贷款 真正到拿到了这个房子 大家有心安 大家有心安也可以付钱 要不然的话 这个信心会不足 谁敢出来买 所以政府其实还有很多种方法 但你刚刚讲要精准 我要精准要解决买房的信心 跟减少它的财务负担 才会比较有效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环运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现在要如何来降低 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风险 经济差竟然成了一个敏感的用词 因为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 最近就告诉在国内的一些律师事务所 说在中资境外上市的文件当中 要淡化针对中国大陆的风险披露的措辞 特别在与会上要注意怎么样措辞 这些律师们被要求避免提到负面变化 而是应该把这样的描述改成为不断变化 不要说中国法律规定会没有通知就发生变化 是可以把它调整成为可以使用中国法律 有时候可能会发生变化的这样一个说法 意思就是说不要说太绝对 而是保有更多的弹性空间 在投资文件上面的转化 特别是在语境描述文字描述上的转化 是希望形塑中国对外的投资是predictable 就是可预测性的 那么避免风险因素所造成的干扰 但是我们说文件上这些文字的描述的修改 到底成效能够发挥多大 要让投资人或者是外资觉得可具有预测性 这当然要做 但是这不是用说的 你是要做出来的 很多事情是说的 不是做的 不是光靠一张嘴 事实上中国大陆对自己可以比较有信心一点 大陆它的一个优势就是 它还是有一些计划经济的一个元素 这个是确保某种程度可预测性 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我们跟美国来比较的话 大陆其实是在可预测性里面 有一些很不可预测的部分 计划经济底下 它的宏观调控之下 它政治上的不透明 让大家会害怕 所以推特上面各式各样的阴谋论 一个谣言 为什么会那么盛行 然后西方媒体动不动都觉得 好像中国大陆整个经济都要崩盘 所以中国大陆你要让外资展现的一个信心 说在形式主义这样的一个做法 作为大国治理 我了解有它的一个必要性 可是形式主义官僚化 它最大的问题不只是sugar coating 不只是一个字眼的问题 它常常会变成真言说瞎话 以及垄断事实 我觉得这个才是市场或者投资人担心的 到底你讲的话我能不能相信 我觉得中国大陆将心比筋 当美国一直在强调说什么忽然的时候 中国大陆觉得美国说的 中国大陆回到这个市场的一个可预测性怎么做 其实就是中美关系的护航 护栏如何让它落实 让大家看到整个大的国际局势平稳下来 中国大陆是一个可具有预测性的一个市场 或者是一个投资标的 你国际战略的问题解决了 底下的方面大家就放心了 所以这是做的不是用说的 所以也就是说描述归描述 但事实还是要归事实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事实 有没有一些从目前可以看到的数据 或者现象可以观察出来 我们要来聊就是中国经济下行这个问题 因为大陆国家统计局 8月9号他们就公布了最新的数据 7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下降0.3% 那这个数字是2021年2月以来首次下跌 华尔街日报就分析说 如果价格下跌的预期变得牢不可破的话 就会进一步的削弱需求 而加重债务的负担 所以回到事实 回到数据跟现象来看的话 刚才特别提到通缩的情况 到底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刘总监 那我想因为如果就IMF它的一个定义 那也就是说CPI其实是要连续三个月 都是在0%以下 那么才渴望就是说把它定义为是一个通缩 那当然6月份中国的CPI是呈现0% 那7月份已经呈现-0.3%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后续这两个月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数据 当然现在已经可以大概是可以用准通缩这样的一个形态 来做一个描述 那事实上中国的这个CPI它的一个表现 跟其他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也就是说全球各国其实在去年 大概面临到的是一个原物料 它的这个价格的带动 所推升的一个通膨的现象 那今年当然说原物料的一个价格 它已经出现下跌 不过因为各国在服务业 就是在疫后的一个解封 那所以在服务业的一个价格 其实是有一个推升的状况 所以在结构的一个改变上 还是造成就是各国目前其实在CPI 还是处于在稍微比较偏高的一个局面 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中国并没有发生 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疫后解封之后 不管是在制造业或者是在服务业 都并没有达到他们所谓的疫后解封 所带来的这个需求 所以还要再继续观察 连续三个月现在已经有0% 然后0.3% 那么接下来就看接下来的数据 但现在像您刚刚所提到的 各国现在担心的是通膨 然后也在打通膨 这一年来都是如此 中国却在担心的是通缩 如果真的进到了一个通缩的困境的话 怎么解决 好 我呼吁像刚刚主持人说 主持人刚刚说中国现在担心通膨 其实中国并不承认他们有通缩 他们的这个国家统计局的官员 还出来说这个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对对对 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 但我想这应该就是一个 比较官方的一个说法 那我记得我上礼拜来节目里头 也谈到就是我对中国市场 看的是比较保守 比较悲观 那当佩正总监 我觉得也讲得很客气 就是这个准通说确实没有错啦 包括他们7月份的进出口的数据 也都是双位数的一个下跌 一个衰退的一个状况 那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这些一连串的数据公布出来之后 包括我还有我一些投资界的好朋友 我们在讨论的是 这个数字好像没有让人太讶异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 过去这一两年美中大战之后 我们对中国的市场普遍是 看得比较保守 但我觉得我们投资界看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比较有意思的 下次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集 我们在讨论的一个焦点是 中国现在比较孤立了 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关系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 会不会变成下一个预本 就当年的预本 它陷入了长达十年失落的一个情况 但我们也不乐见 因为事实上我们还是有些台商在那边 那我要讲的是说 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确实是不好 那它唯一能够这个挽救 它通缩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策略 因为事实上过去包括2005年等等 也有也面临了这样一个通缩的局面 那如果中国政府 现在要解决它通缩的问题的话 看起来只能采取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或者是加大它的内需的 或者是基础建设的一个力道 但是如果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话 又会有其他的问题 它要应付人民币走弱 然后政府的债务上扬 资金的外讨等等 我想中国政府现在其实是 逃冒的休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也针对 中国大陆的经济遇到瓶颈 他就在一个竞选场合 就是在犹他州盐湖城竞选活动上面 他就说了 这个大家就形容说是中国炸弹说 因为他在这个竞选活动上面说 中国经济面临瓶颈 会让北京成为威胁全球的定时炸弹 还不是不定时 是定时炸弹 他说中国失业率居高不下 陷入麻烦 这样不妙 然后当坏人出状况就会做坏事 这个嘴上真是不饶人 然后华盛顿邮报就分析说 中国在全球通膨的时候陷入通缩风暴 这可能是美国击败竞争对手的机会 想在经济上超越美国的梦想 也可能会永远被延迟 但这一番话拜登是在竞选活动上面说的 是为了讨好选民 还是真的是如此 你其实点出重点 因为犹他州是美国的红州 就是说他在过去的竞选当中 每四次选举 共和党会赢三次 民主党只赢一次 所以拜登是民主党 他到那个共和党的地盘去 他当然要 他那下朋友讲话会比较接 所以在选举的时候 讲了竞选的语言 我们不要那么当真 他当然如果要善意一点 他可以说 这个中国经济不好 有很多灰烬牛存在 这样其实也可以 他讲的定时炸的 就是他非暴不可 那当然是我想 是为了炒热现场气氛 然后来帮助他拉选票 但是我们要想 还要有另外一个层次的角度来考量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美中之间线的竞争 是一种什么竞争 他们在争取什么 在争取全世界 全球秩序 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这个地位 因为他都知道 美国成为这个秩序的主导者 他想有太多好处 那中国当然也看到 中国当经济绝技变强大之后 他当然希望这游戏规则 不要那么对他有利 对我自己不利 所以他在争这个 可是这个时候 能不能争得到 或者这个时候 你刚刚讲说经济上 这个时候能不能够来 对中国来一个痛击一下 是不是有效 我认为是当然是机会 但是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因为举这个国际关系 对于大家来讲 没有那么生活当中 我们像我们小时候在家里 这个父母亲都来主导 家里的秩序 对他说10点钟要上场睡觉 不可以打电话玩具 不可以玩太多 这个出去玩太多 我们都要听话 对为什么要听话 因为我们依赖我们的父母 对经济上我们要依赖他 对他 他营造一个甜蜜的家庭 所以经济的依赖是很重要 那美国如果在经济上 能够在过去 他在帮助中国的时候奖励他 现在经济给他制裁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经济 现在中国经济状况不好 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当然可能是 因为经济上 我就有能力来制裁你 可是有没有到 非常明确中国经济 已经衰败到 美国就可以等他定时大战爆炸 或者帮助他推动一下引爆 那个还有很多很多的变数 因为经济的变数太多了 影响经济的变数太多 而且这么大的国家 两个都体谅这么大的国家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所以我想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那现在中国经济麻烦是很多 但也没有到炸弹 就一定会爆炸 他就能够 这个时候就能够制裁他 决定未来几十年的秩序 我觉得可能还没到的 尤其像刚才燕丽也提到 就是说在这种全球联动 非常的高度密切的情况之下 有的时候 其实你的对手感冒 搞不好自己要打个喷嚏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文艺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